WIT的跨山平台手機遊戲 創世方舟試玩與評價 創世方舟在6月23號上市囉 影片分創世方舟介紹 創世玩什麼與遊戲畫面 創世基礎操作 創世課金分享 創世評價 創世方舟介紹 創世方舟下面簡稱創世 可以在Android、iOS、PC跨山平台遊玩 WIT是用PC遊玩 像素風格的畫面玩法自由度很高 完全沒有感覺到之前封測的負面Lag與Bug問題 創世玩什麼與遊戲畫面 遊戲中可除草、挖礦、製作為可愛動物起座騎 探索村莊與世界 人物可施放技能、升等提升能力 創世方舟官網連結會放在影片下方說明 Google Play商店連結會放在影片下方說明 創世基礎操作 WIT用PC遊玩移動WASD R按住加WASD可以跑步 或是WASD連續按兩次跑步 跑步會消耗右下角能量條 滑鼠左鍵攻擊 滑鼠中間鍵使用技能 需裝備特定武器 每個人物的技能不相同 滾輪上下滾動切換快捷鍵道具 滑鼠右鍵使用快捷鍵選擇道具 Tab開啟背包與選單 空白鍵跳躍 空白鍵按兩下可以滑翔 時機需要抓一下 滑翔會消耗右下角能量條 滑翔途中能量耗盡會直接降漏 Shift 防禦 防禦可降低受到傷害 不建議使用 1234567890 是使用或裝備上方快捷鍵物品 Ctrl開啟地圖 滑鼠滾輪可以縮放地圖 F互動對話或開門或開除物箱 T多人文字對話視窗打開 ESC或點右上插關閉 創世課金分享 開兩人以上的雲端多人世界 需要花費一個月100 人物或配方扭蛋想快點收集也能課金 WIT還是當無課玩家 創世評價 WIT本身喜歡這種自由度高的探索遊戲 創世會非常推薦遊玩 在手機遊戲能玩到這種品質的遊戲真的很推薦 不要懶逼比雞腿去跟付費的minecraft比較 有跟玩家搜錢的minecraft當然比較好玩 創世的遊戲內容玩10小時應該也玩不完 WIT接下來會持續做幾部創世教學影片 直到暗黑迫害神永生不朽上市 畫三平台手機遊戲 創世方舟試玩與評價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還沒有訂閱WIT YouTube頻道的請協助訂閱 WIT感謝您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WIT的影片請協助按我喜歡加分享 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可以開啟小鈴鐺通知 我是WIT 下支影片見 掰掰